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他们疯狂奔跑的时候 跑在后面的女子就被枪打死了 受了伤的男子 见状跑得更快了 男子在公路边求救了巡逻的警察杰克 杰克带着他去往了最近的一个医院 把男子送到医院时 杰克正好碰见了在这里当医生的前妻 两个人彼此都十分尴尬 在妻子去救治病人之后 院长老头走了过来 耐心地开导杰克要正视自己已经结束的婚姻 并且要体谅前妻的感受 还说自己也曾经失去过女儿 对他的前妻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在和院长老头聊过之后 杰克走出了病房 他经过一个病房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响声 进去之后 他震惊地发现 护士在用剪刀戳病人的眼睛 还一边在撕下自己的脸皮 惊恐之下 杰克对护士开了枪 众人闻声赶过来后 杰克也因为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晕了过去 清醒之后 杰克走出医院 回到自己的巡逻车里 想打电话向警察局汇报情况 但却发现 手机和车上的无线电通讯设备 都无法使用 杰克这才发现 整个医院都与外界断了联系 同时 杰克还看到 医院外围 很多穿了白袍的神秘人 很快 他就遭受到了白瘾的攻击 在被刺了一刀后 杰克被送进了医院里 前妻急忙救治了他 紧接着 一间病房传出来了惨叫声 原来 之前被杰克看到的 那个行为诡异的护士 此时已经变成了巨型怪物 正要袭击杰克送来的男子 杰克冲进病房里 就把男子赶紧救了出来 马上 更大的骚动又出现了 影片开头 袭击了一男一女的两个男人 端着猎枪就冲了进来 还挟持了一名孕妇 他们在杀死了怪物护士后 也扎死了院长 杰克在一片荒乱中 救下了孕妇 但是幸存的人 躲进了病房里 杰克让前妻 回自己的车里 去拿枪防身 自己留下来照顾这些人 但前妻被白袍人杀死了 他也接到了一通 从太平坚里打来的电话 原来 之前所有被杀死的人 都没有真正的死去 他们所有人面临的一切 都是被刀扎死的老院长安排的 这是一个神秘的邪教组织 老院长通过他们 让自己去世的女儿重新复活 在医院里 所有去世的人 都会变成怪物 在阴阳之间徘徊 没过一会儿 杰克就发现了 那些曾经变成怪物的人 其中就有他已经被杀死的前妻 最后 杰克咬着牙 杀死了前妻 来到了一个三角形的奇大门前 在这里 他看到了已经封膜的院长 院长想要借此结束营养 杰克看出实际 抱着院长一起 掉出了门的另一边 他们关闭 门的另一边 就是一世界 杰克又见到了自己的前妻 外面的世界恢复平静 杰克和妻子也重归于好 这部电影 在以科幻题材为主的同时 也加入了很多的恐怖与悬疑的因素在其中 整部电影在画面上 能够很好地抓住观众的眼球 但在逻辑和剧情上 稍微欠缺 会让观众在第一次观看的时候 有一些迷惑 影片中很多关于宗教和人性方面的阐述 有些少难懂 但从整体来看 影片的特效效果十分精彩 富有张力 还是非常值得观看的 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可以去试试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